人跟人之間就是用中速包容體諒 不管激情如何 不管大家嚮往如何 只要人民自由意志的展現出來以後 大家就要全部放下團結的往前走 借著出席廟宇參拜祈福活動 新北市長侯又宜喊話要團結 似乎是說給藍寧聽 因為思想公投大挫敗 支持者從前一晚就把矛頭指向他 灌爆他臉書 留言怒嗆 再也不會投給你滾出國民黨 侯市長是國民黨的人嗎 所有的批評指責我願意承擔並悉心接受 要怎麼擔憂有可能會加入黨公主 我現在每一個人都是有自己的角色 為人民努力做事 這才是為黨為所有的人最好的方式 侯友宜高喊承擔可是罵聲不止來自輿論 黨籍立委傅昆奇也透過臉書開砲 認為國民黨該痛下決心的灰淚斬碼素 告別藍皮綠骨才能重振士氣 被解讀見指侯友宜 內部啊這樣的一個分裂造成敗選 再不能整合 大家真的是不能同心的話 我想喊再多的團結都沒有用 加對事不對人 所有人都給我們很多的指教跟批評 我不但願意承擔也細心接受 安批你是藍皮綠骨 你自己能夠接受這個標準 各方的意見我都給予珍重 這會公投新美市開出三項同意 只有重啟核四公投一案 不同意票大於同意 但始終站在黨中央隊裡面 鴻公越來越深的情況下 難道不怕二零二二連任之路 受到波及 我工作了在哪一個角色 我都一定全心全力 為人民做事 要辜負人民所托負 這才是我們往前走 團結一起的最大力量 戰敗時刻 高喊團結 侯友宜不為政壇風雨 繼續走自己的路 講到新北市長侯友宜 我先請教這個新北的明佑哥 這邊怎麼看 因為我記得當天禮拜六晚上 一邊開票的時候 侯市長的臉書一邊就湧入了 大批的網友 都在替他買 好 那侯友宜他說 公投就是人民意志的展現 人民意志的表達 對於這次的公投結果 他都願意承擔 好 這次侯友宜的回應 不過現在國民黨 好像瀰漫著一股氛圍 就是要把氣出在侯友宜身上 包括我們看到 這個傅崑奇立委 他在19號也就是公投的隔一天 他說呼籲藍營 痛下決心的灰淚斬馬素 告別藍皮綠果 才能夠這個重振士氣 大家就在說這些話 是不是在暗奉侯友宜 好 雖然隔一天 好 這個副委員 他又這個稍微改口啦 調整一下態度 他說他這個都是對事不對人 希望大家心平氣和 雖然有改口 可是說真的 在藍營裡面 明佑哥 像你自己在跑基層 如果遇到藍營的人 是不是很多對侯市長的態度 都有一點疑惑 有一點質疑呢 我先講臉書的部分 那一天看了之後 我有點嚇到 因為過去只要有不對的發言 那當然綠營的支持者 都會去灌爆臉書 那就被國民黨批評說 那個就是1450 綠網軍 那一天我看了侯友宜 市長的臉書之後 我不知道侯市長那個 是不是藍網軍 那要多少 所以我覺得非常好玩的一件事情 是大家去罵侯友宜 比罵民進黨還凶 可是你大家不要忘記一件事情 侯友宜是非常聰明的人 因為這一次 包括核四這個議題 我們很清楚 他過去跟朱立倫的立場 是一樣的 你核廢料沒辦法處理 就不能使用核電 那也告訴你說 核四的這個執照 不給他了 那這些東西 原本從朱市長到侯市長 都是一樣的政策 忽然間 這個 朱立倫都沒有跟你說 他說那個是民意 是社團提出的 是民間團體提出的 所以我們是順著民意走 那這時候大家去問侯友宜的時候 侯友宜的感覺 處理人的感覺 所以我認為侯市長當然 他走的路線 就是他越這樣子做 綠營就越難推出一個好的候選 來跟我比拚 因為他現在是高民調 是國民黨的升主牌 我這樣子做 你國民黨有責嗎 沒責 我這樣做 你沒辦法 你抓我沒辦法 因為我的民調官 我做這個態度 抓的時候 你國民黨你腳都會 你也是要支持我 因為新北市是國民黨 執政的縣市 那又是全台灣最大的縣市 那我要問一下說 那處理人你要不要處理侯友宜 他不敢的 所以侯友宜也是吃定了這一點 可是我覺得有時候國民黨內鬥 鬥到比鬥外面還兇 為什麼 我還記得侯友宜那簽字文 我們大家都看不懂他寫什麼 非常的中庸 非常的peace 非常的沒有戰鬥力 但是他被逼著要表態的時候 寫了簽字文出來 那我大概知道說 他的決策圈 其實沒有外面想像中的大 他決策圈就是這幾個人 在幫他決策 沒辦法跟國民黨直接接觸到 所以侯友宜他寫出來之後 那個趙紹康也罵了 誰也罵了罵到最後 他只是告訴你說 我們爸爸不會去買萊豬 我聽這個我聽不懂 那時候你們爸爸你不會責罵的時候 也沒有這個問題 有人這個這個農委會主委 也沒有這個問題 他們還在說這個 所以他們在說這個的時候 有的人聽不懂 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所以在我們的雙股 當然侯市長起的人氣 我覺得沒有很高 因為包括我們點燈解創誰的時候 大家好像對他來 就只是因為媒體有來 我們逼不得要站在旁邊 可是我要講一句真實的話是 他在深南選區深南的人 不認為他是國民黨的 你去聽那些老伯伯在 我們某些公園去拜票說 罵侯友宜罵得比民進黨還兇 比罵民進黨還兇 為什麼 因為大家會認為說 你為什麼不照著黨的意志走呢 你看你的朱立倫都可以變 你為什麼不能變呢 你為什麼不照著這個馬英九的意志走呢 所以國民黨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在任何的決策的時候 你看他沒辦法抓住任何的縣市首長 因為縣市首長要去面對一個問題 他是父母官 他要面對的是民眾 你看林志廟 我們再怎麼嘲笑他 再怎麼罵他 可是在第一時間 他就很清楚的告訴你說 沒有 你這個核四場林文宜蘭 只有幾公里而已 他就是賣 我賣就是賣 生計是瞄準的需要艙 他很清楚說現在路線就是這樣 我如果蓋下去的時候 對我們也有應用 盧秀燕更聰明 我這個三階站的問題 有可能到我們的發電要爬送 我就明明知道這電不夠 但是我一直打空有 但是我如果要再爬送的時候 那打不下去 所以他現在很清楚的就是說 台風收場跟中央的角色 完全是分離的狀態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很簡單 朱立倫 你如果繼續走馬英九路線 那就是自尋死路 而且我要呼籲一下傅昆奇 不然你如果有裁刀 你的身份子選市長 你給他競爭看看 你如果有這個裁刀 你如果花蓮花蓮的執政經驗 有好不容易披荊斬棘 回到了國民黨內 你看經歷過多少黨屬席 忍辱負重 一定要立下一個戰功 宣布跟侯友宜參選初選 選新北市長 這樣就很差 這樣就很差 所以我認為像傅昆奇等等的人才 應該趕快進入所謂的這個戰鬥位置 那國民黨一定要重整 所以我認為現在國民黨內部 包括朱立倫跟馬英九之間 尤其是馬英九 你不能再打 你每次打都每次輸的 所以正常論趕快回來 不然國民黨再這樣走下去 面對明年的九合一大選 我認為說是不樂觀的 因為會讓人家知道說 國民黨的決策是分離的狀態 這一題這個真的要嚴肅來面對 維元因為現在這個外面的人 都在笑說 國民黨是不是內鬥內行 因為現在的氛圍是國民黨 自己的人 罵侯友宜 罵了比民進黨罵更疲 現在就是呈現這樣的趨勢 不過說真的 新北市 我們剛才其實上一段有講到 新北這一次開出的這個結果 其實是三個同意 一項不同意比較多 說真的 這個成績 這個比宜蘭 比彰化 比雲林還要好 但為什麼國民黨總是罵侯友宜一個 好 我先來談一下那個 敗選負責的事情 為什麼今天只有林維州出來 很明確嗎 他是提中一個案子 凡萊豬的主要提案領先提案人 他針對他案子沒有過 他剛好又有黨職 說他辭掉黨職負責 那你說江啟成是另外提案人 那江啟成現在沒有黨職 那你說朱立倫要不要去負責 老實說剛剛蔡英文總統也說 公投結果沒有輸贏的問題 的確今天即便同一票大於不同一票 看起來叫國民黨贏的 國民黨也不會多一席立委 多一席現實首長 他的確是個價值的選擇 那回到剛剛曹會委員 剛剛回應一下下 幫朱立倫旁邊站這個什麼年輕人 是 今天國民黨不是說敗選了之後 請把年輕人推到前面 如果真的推到前面的話 朱立倫就不會出來發言了 那為什麼要找這一群年輕人 國民黨在這一次的時候 為了講求年輕話 為了希望跟比較多年輕人接軌 所以成立了青年民主戰隊 這一群年輕人呢 很多都是政治素人 他真的很素 他們自己不斷在街頭接獎 所以他們我覺得 他們比較像是跟朱立倫 像一個戰友夥伴的概念 那的確輸了 大家一起共同打過這場仗之後 一起出來面對這個事情 我覺得是可以理解的啦 好那回到這個侯友宜的事情 我必須說這一次 這個所謂公投 到底誰輸誰贏 看起來國民黨輸 看起來同一票 同一票輸沒錯 但回到所謂基本盤 大家只鞏固好的基本盤 都沒有過25%這門檻 所以你說真的誰贏誰輸 我覺得倒未必 那侯友宜的確在這一次 看起來好像是大家針對的對象 那其實朱立倫在回答出 這個所謂四個同意之前的時候 他的確是包含像剛剛趙少康先生說的一樣 當民進黨 蔡總統喊出四個不同意的時候 國民黨身為一個最大的反對黨 我們面對這立場 所以說那時候國民黨 我認為那時候戰略的確有些可以檢討的地方 但的確我們那時候很快的喊出了四個 四個都同意這樣子一個對抗的一個利潤的基礎 那導致呢 好像有很多縣市首長在這個時候有點慌了手腳 會覺得說我們應該比較開放選項 所以大家回去看當時的狀況 朱立倫在喊出這個四個同意之後 他其實馬上又有說針對國民黨的兩個案子 反而萊豬跟公投八大學 我們要堅持到底去同意到底 那針對民間團體的護藻礁 以及這重啟核四 我們有開放空間 大家有各自選擇空間 的確這論述上是比較複雜的 就很多民眾會有點搞不清楚國民黨立場 那時候我們也被批評 但朱立倫一直以來 朱立倫主席一直以來立場都是這樣子 所以回到侯友宜這邊你說侯友宜今天真的是 跟黨的立場不一致嗎 或者是真的是跟黨中央是叛亂黨中央嗎 我倒覺得言之過早 所以回到傅昆奇講的揮淚斬馬蘇的事情 回去看看這個歷史故事 當時馬蘇是毫無政績毫無戰績 但是他也是一個很優秀的一個武將 那因為他不聽這個軍令狀 然後導致個會敗 那我回到這個事實 國民黨在這一次 當然我們喊四個同意是我們的立場 但我們國民黨並沒有特別向軍令狀 所以不只侯友宜嘛 包含我們談到盧秀燕 包含我們談到林茲廟 其實朱立倫主席也沒有說 盧秀燕林茲廟 你為什麼跟黨中央不一致 國民黨一直是處於開放 包含我們選這個投票前的那一頁 在自由民主廣場的時候 朱立倫也說啊 我們縣市總長回去顧好自己的票 所以不用特別來嘛 那的確我們看到侯友宜在新北市 他的開票率是全國第三高的 好那你說侯友宜簽字文 那個剛剛又沒有講說看不太懂嘛 但老實說侯友宜那個簽字文 是針對中間選民去催票的嘛 所以老實說以投票率來說 侯友宜的確在進行催票動作 他不是單純去催國民黨基本盤嘛 但回到這個整個選舉 我覺得不管藍綠兩黨 都要去了解一件事情 這次選舉證明了基本盤之外 我們中間選民都不見了 不管是藍綠軍的中間選民 或綠軍的中間選民 我們都要去把他抓回來 這一次公投結束之後 其實剛才大家都講到接下來呢 要登場的就是1月9號的 台中市的立委補選 這一次的結果 會不會讓這個藍綠的參選人 改變一下選戰的策略呢 我們等一下回來 一起來看